親情從來不是愛情的對手 唉唷 親情 這個師太 別人說我們就算了 有沒有看到他這個就是一個 真的 沒錯 她有道理 親情是孩子受傷後的捕手 親情的捕手 對 來 我跟妳講 我們現場這樣就來聊一下 他們這段婚姻 走過來最辛苦的部分 好不好 來 你有金句要講 我有話要說 請說 我有歌 OK 我可以講 好聽 可以講 好聽 可以 你說 怎麼突然間要卡拉OK時間 對啊 愛情跟婚姻是兩條平行線 沒有交集 你如果是因為愛情而要進入婚姻 那你就會進入墳墓 因為在婚姻裡面 愛情的成分很少很少 它才能夠維持得下去 我的天啊 真的耶 超有道理 跟婚姻是平行線 天啊 今天我們為了美人姐 借來五燈獎這一個寶座 也是我們紅人版的寶座 這妳的喔 不好意思 我想說借這隻來 妳借了比較習慣 對啊 所以也有男生說 那那個美人姐我覺得這女的不錯 我想這個跟他請問這樣 如果你要進入婚姻 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想要生小孩 他說 有啊 當然要生小孩 我說那你就不能只考慮 你自己的發洩 對 情感 應該講說 你就要考慮 這個女孩子 適不適合做 你的孩子的媽媽 對 同理 如果你要進入婚姻的女孩子 你有沒有要考慮生小孩 如果你要考慮生小孩 你就不能只考慮愛情的部分 她是不是一個可以做爸爸的男人 非常對 我多講一句話 真的 我多講一句話 是這個男生就跟我講 可是 他不是 結婚 女生結婚是當媽媽之後 不是都會改嗎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一段的 真正的京劇來了 給你十個字 她 不會改 她 真的 不會改 結束 好白髮 這句話聽起來有一點聳動可怕 但是 相愛容易 相處卻難 來 離婚 原因 簡而言之 怎麼離婚 我真的非常贊成美女姐剛剛講的 妳說 我當時就是 很想要小孩 好多圈 可是我從來沒有考慮到 她適不適合當一個小孩 當我小孩的爸爸 她適不適合當爸爸的材料 她其實她是不想要孩子的 然後 可是有小孩了之後呢 我就發現 就什麼事都變了 從此之後 就分房了 就冒活神禮 就一直沒有在同房座 二十歲 小孩也是沒有耐性的 因為所有的帶小孩的工作 從壞尿布餵奶幹嘛的 都是妳嗎 從頭到尾都是我 她沒有 真的沒有動過一根手指頭 就因為這樣就結束 然後呢 我們之間就是 越來越有心結 而且我們的心 妳看 夫妻真的不要分房 夫妻一分房就是 你們終結 你們婚姻結束的開始 我覺得她真的不愛小孩 我跟她好好的講過 商量過 妳願不願好好 當一個爸 當一個小孩 她就說 她說我到現在還學不會 怎麼當一個爸爸 小孩的快感 對 十秒 然後後面的歲月 都被不理了 不只十秒 反正她還記得喔 各位女人 妳的男朋友 妳的丈夫 買任何的車子 只要跟車子有關的事情 妳退三步 不關妳的事 妳賣場 因為妳永遠不知道 車子是男人第二性格的延伸 妳不要去碰這一塊 妳不要為妳這裡出就好 妳要拿到家裡 拿到家裡去救錢 那是他們家的代表 對 真的 對 就是這樣 車子真的是一個Keypoint 對 三步 不要撞到就好 是她第二人格的延伸 真的 不然為什麼會到車子跟人家說 在那邊死去 對啊 所以這也有她的道理存在好不好 來 現在要離婚了 結果不是 離了就簡單 不簡單 心好累 打官司不愛打兩件事 哪兩件 一個打情 一個打氣 你要出一口惡氣 妳錢妳就不要在乎 對 對不對 對 如果妳需要錢 那該吞的妳就要吞 對 很多女人說不行 她要給我錢 她要給我公道 然後呢 承認她的錯誤 或者什麼樣 那沒有問題啊 妳可以這樣要求 可是我現在是告訴妳說 做不到 妳就打很久 而且最後是 妳也消耗在這裡面 要敗劇場 對 因為資源的 這其中牽涉到 分配與被分配的問題 對 所以一個打錢 一個打氣 那妳看妳要打哪一個 妳的戰略目標要很清楚 妳就不會搞在裡面搞混了 對 那所以還有人說 對 我的青春耶 十幾年都在這個人身上浪費我的青春 這有什麼好抱怨 有道理耶 有 對啊 沒有誰可以浪費妳的青春 是妳還活著的時候 妳浪費了妳每一個日子 都是只有青春的時候可以浪費 妳不應該浪費妳的生意 真的是很有經驗的一段談話 對 所以呢 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祝福別人也祝福我們自己 對 我到現在都後悔死了 為什麼可以離得這麼難看 下次我就會了 對不對 下次 不要了 不要這樣 好 我們聽了這些話 心裡面感觸良多 他們走過婚姻路 當步上紅毯的那一段的時候 往回走的時候 婚姻到最後只剩下兩個字 哪兩個字 各位 數字 多少萬 看孩子什麼時候 都通知數字 也就是這樣 真的 這是人生 這是人生 好不好